请让我的走匾陪我一起下葬 不要不要 灰气 如今00后90后都开始担心起身后事了 最新数据显示 年轻人利益主比例大增 他们是真的怕猝死吗 当代年轻人主打一个pass 中午喝酒晚上喝粥 领导我请个假 我被猫挠了去打了疫苗 你确定是军律养吗 还是蛮怕死的 担重也是要重的 在中华遗嘱库定立遗嘱最年轻的 仅17岁 是一名网络写手 他经常夜里写作 看到一些年轻人猝死的新闻后感触颇大 在遗嘱中 他将财产一部分给父母 一部分给朋友 17岁网络写手说 我觉得想到我就去做 不要等 等着等着 可能最后什么都没留下 那么 在读大学生和刚踏入社会工作的年轻人 遗嘱里能有什么财产 其实 00后利益主处分的财产 最多还是存款和虚拟财产 虚拟财产包括游戏账号 微信账号 淘宝账号 已经参加工作的90后们 利益主的就更多了 原来三四二利是利益主的利益 从2017年到2022年底 90后利益主的人数逐年上升 近六年来 90后利益主中分配了什么财产 房产比例高达72.1% 大部分由父母资助买房 虚拟财产也是他们处分的常见财产 90后利益主的原因是什么呢 过半都是在担心财产下落不明 其实财产之外 还有着很多隐性原因 对年轻人来说 生活每天都像在冒险 没直命过死亡 想象中的死亡货 都或少有着浪漫元素 头掉了碗大把 20年后又是一个精神小伙 你最近怎么越来越吐了 妈呀 我的修法 不便出门时 大量年轻人通过微信小程序 留下遗嘱 遗嘱里并不只有财产 有很多美好纯真的感情寄托 有相恋爱现任 前任暗恋对象表白的 有向闺蜜好友倾诉的 有向父母倾诉的 有写下人生经历和未来期望的 不怕死 可能是还没有老过 有怕死 怕不是自己的意愿 遗嘱无效 给公证处捐点钱 能买个放心 网上传的遗嘱公证费收财产的20% 真是这样了 留一份遗嘱只要写个A4纸拿去公证就行了 律师代书遗嘱和一般的公证遗嘱 收费差别不大 其他形式的遗嘱也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哦 年轻人开始担心后事 这种不安全感可能是对身体健康的不确定 也可能是对遗产继承方式的不认同 所以法定继承人都有谁呢 第一顺位继承人是父母配偶子女 第二顺位继承人是兄弟姐妹 祖父母 外祖父母 那这人已婚已主已 要死谢了好继分已住 那个酸输 那还想把部分财产留给那底毛 以最后一份为准 所以遗嘱一定要有日期啊 猫狗都不行 必须是自然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